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做四席烤夫 那烤夫呢是发酵癌成的 所以它算发菜 在我们家乡呢,过年的时候 桌上是不会少的 所谓四席就是香菇、黑木耳、金针菜和烤夫 烤夫呢是主打 不要放多了 放炸了呢,就有另外一个菜 香菇、木耳、金针菜 都要事先浸泡 如果赶时间 就用烫一点的水 否则冷水也行 那烤夫呢切成大块 像红烧肉那样的大块 用手撕的也行 切好后放开水里煮一开 那干货泡开后呢 香菇这样洗 这样一个方向洗 就会冲洗得很干净 然后呢我们把它切成丝 木耳呢这样捏好后冲洗 然后大的呢给它撕成小块 金针菜呢这样一根一根给它理齐 头栽掉 有一面是有硬头的 然后呢给它用刀一段为二 烤夫煮开后呢 用清水 反复冲洗几遍 最后呢用手捏 尽量给它捏干 像这样 一切准备就绪 我们开油锅 洗大油锅 大油 烤夫很吃油 你放多少汤它能吃下去 我们一般来说 一磅的烤夫 我用差不多炒四磅菜的油 烤夫木耳先一起下 大火 盖上盖子给它先煮开 不用担心会煮焦了 烤夫里有很多水分 等到锅里滋滋滋滋滋声音响 到大热气了 我们调味先 让它先早早入味 一磅的烤夫 我们差不多放 一个茶匙的盐 五克上下 两到三个茶匙的糖 那你先放两个 尝尝味道觉得可以了 就停手 我是喜欢放三个 两个tablespoon的老抽 烤夫好 一定要做到它味道浓 否则淡淡的 不好吃 翻匀 保持中大火 然后香菇下 那香菇碗放呢 是不想让它变得太咸 因为它很容易吸盐粉 那我们继续翻炒 水分好 再一点一点收干 还是用大火 那收干到这样 锅底 看不到明显的水了 最后我们捏干的金针菜下 那金针菜呢容易煮烂 所以要晚一点下 煮的烂不漂亮也不好吃 那我们现在一边让金针菜吸到味道 一边还在收干汤汁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另一块烤腹出来尝尝味道 如果烤腹已经不是水水的 我们就可以准备装盘了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